我從小開始就是游泳隊的訓練 然後到了高中的時候接觸甜餐的訓練 到現在已經有整整快13年的時間了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賽呢 當然就是我在國家隊的時期 那次是第一次踏上十屆杯的舞台 跟十屆街軌在日本的十元島 十屆杯是我最難忘的一場比賽 碗鐵這個起源是因為我正在15年的時候 從夏威爾摳娜比賽回來之後 那個時候研究所也準備畢業了 那時候正在思考我們下一步 到底要成為職業選手呢 繼續訓練還是我應該轉職的 那在一個機緣巧合下 我遇到了就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那就來詢問說 我們要不要回到高雄來做這樣子的運動產業 那我後來想想就是覺得 我應該可以把我這些年所學的經驗 跟一些想要傳遞的精神 可以來帶下來給高雄 因為我是高雄的代為家鄉 然後給這些運動愛好者 所以我就決定了 在15年的時候就回到高雄 創立碗鐵這個運動公司 印象最深刻的是 是我們幫助學員從零 從一個完全沒有運動習慣的一個素人 一步一步的陪他訓練 經過他的傷痛低潮 重新站出來 然後到了113最後完成一場 226的超級鐵人賽 這是我覺得 在碗鐵這兩三年內 應該說最印象深刻 而且也是最讓我感動的一件事情 我認為碗鐵的俱樂部 我們經營的理念就是以人為本 所以學員們跟我們其實不是只是單純的教練跟學員 或是消費者跟店家的關係 我們更像是很緊密的夥伴 學員們三步時其實都會跟我們做一些私下的交流 就像朋友一樣 那大家因為鐵人三項超級運動聚在一起訓練 而凝聚了很濃厚的情感 變成俱樂部很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所以大家的感覺是非常要好的 就不是只是來訓練而已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經營俱樂部這邊 這個我們的優勢 然後也是我們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想要參與這樣子的挑戰的新手朋友 那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說 我們三項必須要均衡的發展 我們找很多人卡關的游泳項目 這也是我們首先要去克服的 那建議還是要找一個像我們這種團體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做訓練交流 那對你的挑戰的這條路上也會比較安全 而且有保障 那我認為這個Backboard是很有趣的 他在我們的後腦勺做一個放肢的時候 他用紀錄的當下是用你的 裡面一些演算法器去算你的泳汁的分析 那在這個部分他也會給你做一些 例如報時 報距離 或是等等的游泳的相關數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其他手錶可能還要停下來看 但是他能直接報給你聽 我覺得這個功能是對一個長泳愛好者是很棒的 他可以不用停下來去知道他現在的狀況 我認為這個東西出現呢 在對游泳訓練的人來說其實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從小在水裡面其實就只能聽到水聲而已 那這個東西出現呢 Backboard的出現 他能讓我們在游泳的時候有更多的樂趣 那我們也可以在訓練的過程中去排除掉一些 比較枯燥乏味的時光 那可能就能增加我們訓練的總量 那增加我們訓練的效率 我覺得這個是對游泳愛好者是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蠻推薦就是鐵人愛好者或游泳愛好者 可以去來試看看這個Backboard Pro這樣的產品 因為他能真的幫助你在游泳池的時候 是能比較有趣的 然後進行自己熱愛的游泳運動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棒的